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鼓励大家开始学习翻圣经 我们找到了以后 我们一起大声来朗读神的话 来领受 借着我们读的时候 圣灵把这个恩典 借着祂的话来充满在我们身上 我们一起来读 希伯来书第11章第1到第6节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请 信就是所望之士的实底 是未见之士的确据 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 我们因着信 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 这样所看见的 并不是从显明之物造出来的 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 比该隐所献的更美 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 就是神指他礼物所作的见证 他虽然死了 却因着信仍旧说话 以诺因着信被接去 不至于见死 人也找不着他 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 只是他被接去已先 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证明 第六节我们大声一起读来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阿们 今天这一段经文的重点 就是讲到一个字 讲到信 所以这个信就是第一句 第一节的第一个字 先把它画起来 信 我想这段经文 大家读了很多次了 信就是所望之士的实底 可是很多的时候你发现 我信不来 是不是 对不对 我想信 可是我信不来 是不是 你们好像都很有信心的样子 这个我先把字面解释一下 第一个字 信 然后这一节 第一节里面 还有很重的事情 就是所望之士的望 这个望呢 就是hope 就是盼望 就是渴望 就是希望 这是第二个字 这个字我想我们都懂 好 第三个字 信就是所望之士的实底 其实把那个实底画起来 有多少人懂这个实底的意思 你举手看看 没关系 你真的让我知道 因为我要给你请教 我搞了好久都搞不清楚 到底吗 实底什么意思 还有谁 我这么多年读圣经 我每年读 我每个月读 信是所望之士的实底 实底呢 它这个NIV的英文是叫做一个 certainty 一个确定的事 或者讲到sure 很清楚的 感谢主我今天 得到一点亮光 想不想听 想听的哦 赶快去上厕所 然后等一下 不要去上厕所 可以吗 OK 现在不去 等一下就不能去了 这个实底 它字面的解释呢 就是一个契约 它的意思就是一个契约 一个agreement 这个契约是有法律的 一个约束力 这个契约呢 又是所谓的一个叫做 一个所有权状 就是它也是一个 法律有根据的一个paper 这个实底呢 又可以讲说一个证明书 证明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 而且它是有一个法律的 后面的效率 在那边保护的 我又看见一个亮光 这个实底呢 就是真实的一个确据 这个真实的确据呢 就是一个真实的图像 一个真实的事情 一个事实 或是一个图片 这个事情把它搞懂了以后 对我们的生命 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大家看到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蜡烛 对不对 这是一个点的 一个点起来 有烛光的蜡烛 对不对 看见没有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点的 烛光的蜡烛 都看到了吗 放进去没有 放在心里 放到你的影像里面 放到你的心里 现在闭起来 已经闭起来 OK Close your eyes now 有没有继续看见 有没有继续看见 看见了 请你把手举起来 好 谢谢 谢谢 现在我说有一个 点了一个 烛光的蜡烛 看见没有 看见没有 这个就叫做 实底 这就是一个真实的 一个图像 在我们的里面 的心板中 这个在我们的 心板里面的 这个图像 这就是我们 想盼望 我们想渴望 我们想期盼 期望 去得到的东西 当我现在开始 在这个黑暗中的时候 我就希望有一个蜡烛 那个蜡烛能够 点上这个光 以至于我可以看见 这个黑暗的东西 我里面就需要 有这个蜡烛的时候 我的图像就出来了 我就看见 这个蜡烛带着 烛光的 这个东西 就可以照亮 我现在房间的黑暗 因为我现在 有这个需要 有一个光 能够照亮 这个黑暗的房间 以至于当我里面 想到这个蜡烛的时候 我就对他 产生了一个期盼 对他产生了一个 可求 当我们在耶稣 基督里面的时候 当我们继续 有这个期盼 有这个可求的时候 我里面就到 这个程度的时候 那个里面的信心 会出来 告诉我说 神一定会成就 这个叫做信心 这个信心 没有办法 空空地得来 这个信心 一定是有 它一个实底 一个确据 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讲 所以这个地方 有三个字 一个叫做信 一个叫做望 一个叫做实底 这个实底呢 我们可以讲说 是一个图像 也可以说是一个梦想 也是透过我们的想象力 透过我们的想象力 透过我们的梦想 就产生了一个 确实的一个图像 于是这个图像 可以带进我们 对它更深的 渴望可求 希望能够达到 完成 实现这个图像 当我们继续来渴望 继续去追求 继续去想望 这个图像的时候 于是慢慢的 里面就生发出来的 一种感觉 叫做信心 这个信心的后面 会产生一种动力 叫做勇气 这个勇气 慢慢继续往前走 勇气就产生 这种实际的行为 用行为来证明 我的信心 所以从第二节开始 他就说 古人就是过去的 先圣先贤 在因为这个信上 有了一个美好的 一个证据 就是一个美好的 一个彰显 所以第三节说 我们的信 并不是 看得见的事情 而信的 我们的信是从哪里来的 第三节 我们的信 从哪里来的 第三节 我们因着信 就知道 诸世界是借着什么 所以我们的看见的 并不是从 写明书来的 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神的话 请你把神的话 画起来 今天的这个信息 所有的信息 乃是从神的话来的 不是从看得见的世界来的 而是从看不见的 神的话跟神的预许来的 比之一 他接下来 他举了很多 属灵的 这些组长跟伟人 你看我们看到 像亚伯 我们看到了 像这个以诺 我们看到了 像这个亚伯拉罕 他都举这个例子 他们没有看见 可是他们在 在主里面那个信 然后神喜悦 他们说 最后一句话说 第六节 神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所以我们怎么得神的喜悦 能够蒙神的祝福呢 那是在那个信心里面 来经历到神的真实 而且 且信他赏赐 那寻求他的人 这后面又是一个信心 所以今天我们的一个盼望的一个重点 让大家就慢慢了解 信心乃是从一个盼望 而来的 盼望乃是从一个看得见 甚至看不见的里面 一个图像 一个实体 大家都很记得 亚伯拉罕生儿子的故事 亚伯拉罕当年生的第一个儿子 叫做以斯玛利 他以为神预许他 所以他们夫妇就用他的婢女下甲 于是生了这个孩子 但是神说不是 到了他的太太 这个亚伯拉罕他叫什么名字 叫萨拉 90岁的时候 那个神告诉他说 你的后世要像天边的星 海边的沙这么多 他说你看见 你看见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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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我问你 没有问你看见 我是问亚伯拉罕有没有看见 亚伯拉罕有没有看见 有没有人想做下甲 再再一次一次 站起来 有没有人借一下做下甲 谁想做Hager for now one of your beautiful ladies 下甲 please we need a Hager someone 下甲 no no it's a girl girl it's a girl OK anyone 不一定要他们 谁 你们愿意站起来一下 就做下甲 please stand up anybody volunteer to be Hager today 下甲就是他 就是那个沙拉的 一个年轻的卑女 Hager is the maid of Sarah wife of Abraham 我今天会这样做 因为让我们能够 比较清楚的 知道今天的信息 I just I just need to demonstrate my message 你站那边就好 谢谢你 你不是上厕所 OK 就这样 站那边 OK 我想请女妈妈 站起来 I would like your mom to stand up too 谢谢大家 为女妈妈的祷告 她已经慢慢越来越 越来越康复起来 她今年八十岁 那个 那个 沙拉生 跟她讲说 你会生儿子的时候 沙拉已经九十岁了 比女妈妈年纪还大 你说我是亚伯拉罕 我相信吗 这个老太婆会生孩子 所以用人的方法 怎么找她 可不可以生 懂我意思吗 可不可以生 像不相信 她 有没有人相信 再看看 再看看 可不可能 你知道信怎么来的吗 信是从里面的图像来的 看到这个图像之后 她觉得 我们才有产生这个信心 懂我意思吗 你产生这个图像 你就没有信心了 你这样听我 懂我意思吗 再看看 可不可能 她要给她生儿子 可不可能 是它不可能 所以是亚伯拉罕 沙拉就说 OK 就找沙拉生吧 可是神说 那我不是这样子的 再等一下 神说就是她 你以为会有一个儿子 看见没有 有没有看见 你看见没有 你觉得亚伯拉罕 看见没有 有没有看见 有没有 所以他才敢 就跟他再生 就真的生出来了 所以信怎么来的 心是一个看见 看见之后呢 产生了盼望 就是要这么一个 白白盼盼的小小小 这是我们家William 大概差不多 半岁大的手照片 亚伯拉罕 用肉眼看 有没有信心 用肉眼看 有没有信心 但是神告诉我们 的信心在哪里 是从神的话来的 所以神就直接 对亚伯拉罕说 我要赐给你一个儿子 他成为千万人的祖先 Amen I'm going to give you a son 你相信我的话 事情就会成就 于是他就是 不用眼见 他就用神的话来行事 产生行为 于是事情就真正的成就了 Amen 给他们两个谢谢一下 今天我们要带出一个信息 这是我们才懂 我们很多时候祷告 我们很多时候信心 可是我们里面 没有一个图像 所以那个不是很清楚的图像 我们就是对空气乱打空气 以至于没有办法神来成就 我们先从圣经来看 雅各 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他的故事大家都很清楚 他一个人单枪匹马 就到了他的岳父 他的岳父叫什么名字 拉班那里去 他到了他那里以后 他是空无所有 但是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以至于神把拉班的两个女儿 嫁给他 他帮那个拉班 看牧羊 搞了好久 什么都没有 他跟拉班讲 我现在牧你的羊 这个羊里面有很多的 纯白色的 纯黑色的 还有一些花色 有斑点的 有这么多颜色的 他说这样好吧 现在把这个所有的 包括黑色的 包括有斑有点的 包括这些 不是纯白的 不是纯种的 全部把它拿出来 你把它带走 你只把那个纯白的 纯种白色的羊 现在留下来 我来摸 然后等将来 这个羊生了小羊之后 你什么都不要给我 你生下来不是白色 是花 是带斑 带花的羊 那些你再给我 照着这个生物学 这个基因的原理的话 白色就是生出来 就是白色 Based on the genetic theory 所以这个拉班 也有道理 好吧 反正拉班也很聪明 OK 反正都是白色的 不可能剩下其他颜色 所以好 答应这个是他的要求 所以拉班 是不愚蠢 所以他就说 OK 我会保证你 我会保持全白 和给你全非白 然后这个故事的发展 你都知道 于是呢 这个雅各呢 就去把那个树 什么羊树 柳树 就种在那个 种在这个 他们吃草 喝水 还有他们交配的 那个地方 So James just grow all the grass 然后就把这个树 那个树皮呢 把它剥掉 所以这个树皮剥掉 以后里面就露出来 斑斑点点的 一粒一粒的花色的颜色 So he peel the skin of the tree 然后呢 这个羊在喝水的时候呢 就看到了这个 斑斑点点的花色 到了交配季节的时候 他特别就把那个羊 就带到这些 羊树柳树 这些斑斑点点的树前面 当他们在交配的时候 他们就看见了 都是斑斑点点的花色 So when the breeding season He took all the sheep to close to the tree so they saw all the spots 说实在话 我真的很佩服这个雅各 他既然有这种观念 他连那个动物 他都可以来用 Anyway 故事的结果就是说 竟然生出来的羊啊 白色的羊配白色羊 生出来的羊 竟然都是斑斑点点 花色的羊 当然了 故事上并没有仔细说明 到底生了多少白羊 多少花羊 但是呢 基本上是很多出来的羊 都变成了花羊 当然也应该有白羊了 So in a few years He became really rich because of all those colourful sheep that he got 这代表什么意思 What does that mean 这代表就是 当我们心中 有一个图像 我有一个目标 我有一个方向 我就造了个方向 造了个目标 去祷告去寻求的时候 可以看到很奇妙 神在中间 做一些奇妙的事情 So what does that mean It means that We need to have an image We need to have a goal in our mind and then we will have the faith 我们这个中间 谈到一个想象力 We talk about imagination 我们慢慢才发现到 在人里面 有想象力跟意志力 So with us We always have an imagination 其实这个想象力 才是真正的控制 我们里面 那个desire 那个能够 越不越去渴求 越不越产生信心的 那个真实的 那个关键因素 In fact imagination is the key point to drive us to believe 很多人有说 我的意志力 我可以来决定 Sometimes we think our mind can decide 我不知道你们 多少人有那么多 意志力 我是没有 I'm not sure how many of you have strong mind I don't 我知道冰淇淋 对我绝对不好 I know ice cream is not good for me 可是有一桶 冰淇淋放在 我前面的时候 我就降服在 冰淇淋下面 When ice cream is placed in front of me I will enjoy it 所以这个情形之下 这个外面 有很多的例子 我今天没有时间 讲这么多例子 一个是想象力 一个是意志控制力 在这个基础之下 是透过这个想象力 就是产生出来的图像 然后才慢慢进入 渴望跟信心 因此我们必须要来 矫正或者控制 就是我们的想象力 我们才会继续在 这个信心的领域中 往前走 这个想象力 听众姐妹 想象力 是我们承受 恩典的一个器皿 我再讲一遍 今天我的信心 就是这个我所领受 就是这个想象力 所带出来的 这么一个图像 是我们跟神界 接触之后来领受 神界里面的祝福的 一个关键 想象力 带出来的图像 看看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有没有蜡烛 有没有 其实没有 对不对 可是现在我们需要亮光了 有没有 当你想的时候就有了 这就是神要做成的事情 这个有人说 我的想象力 跟神要给我的那个突变 可能有差别 这我等一下要解释 先把那个观念 想象力 带来渴求 然后带来信心 先把这个观念建立起来 我现在这个样子 像不像人 还可以吗 像不像牧师 你心中的牧师 是不是这个样子的 是不是 我们要开始用 我们的imagination 想象力 好不好 这像不像牧师 像不像 还有没有像其他什么 想想看 黑道大哥 I look like a gangster 叫什么 什么什么 What do I look like Come on come on Say it 叫什么 他叫什么 What else What else 他说什么 他说什么 蝦子 Blind 我们基督徒需要想象力 我们太多的时候 我们没有想象力 以至于我们的生活是很贫乏的 想象力可以让我们带来动力 可以带来信心 可以带来动力 可以带来行为 可以带来为主牺牲奋斗的能力 我们需要有想象力 你等我一下 wait a second 谢谢大家 这像什么 这像什么 用你的想象力 用你的想象 OK 好 还有呢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有这么可怕 还有呢 Security Guard OK 还有什么 司机 OK That's fine No problem Go ahead 享用你的想象力 然后呢 用你的想象力 用你的想象力 然后呢 用你的想象力 然后呢 教练 OK 这个比较positive 还有什么 What else What else Captain Oh Captain Good OK I like that one OK 弟兄姐妹 记得 我不是说 在做时装秀 I'm not doing fashion show 你要开始 看到一个图像 You need to start to see an image 把它放在里面 And put it in your heart 即使你没有看见的时候 那个图像还在里面 Even though you don't see that picture You still have that image in your heart 你想要达到的 你想要领受的 你想要蒙受的 你想要成就的 It has to be a picture of what you want to achieve What you want to get What you want to receive 那个后面就产生了一个desire 那个里面就产生了一种渴望 然后你这个渴望 渴求继续下 继续加深的时候 然后那个里面就变成了一个 动力变成了一个信心 So the desire and the hope get deeper and deeper and create a force and faith 像什么 What do I look like 像什么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You may feel 一种很relaxed的感觉 Don't I look so relaxed Like I'm on vacation 这个时候就不像在教会要讲道的样子了 And it's not like I'm preaching in the church 你看到这个衣服 是不是觉得很relaxed 要去钓鱼 Yeah when you see my outfit Don't you feel I'm so relaxed 有没有 Like I'm going fishing 好 感谢主 这个图像就出来了 So you got the image Thank Lord Now I look like a fisherman A hunter Indiana Jones Okay Indiana Jones Come on 開始你的想象力 Okay start to imagine You talk about your imagination Yeah Use your imagination 基督徒需要这些 imagination 因为这是我等一下要给你讲 这是从事来的 Because that's from God 再换一个 Come on What What Use your imagination Okay What else What else Security guard Security guard 考古学家 Okay Archeologist 有没有想到 这边比较热闹 这边怎么回事 Come 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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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 something 啊 Use your imagination 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Do you understand what I meant 好 今天时间不够 Okay Time is short 回家去 建立你的一个想象力 Be up your imagination 这个想象力的后面 会看到神的恩典 What is behind imagination 还有一点 这个想象力的后面 Behind imagination 你是正面 你是积极 你就在那个恩典中 You are positive 这个想象力的后面 是在负面 是在悲惨 你就在地狱里 If your imagination is negative You are in hell 你的想象是很圣洁 是很崇高的 那就是在神的属性里面 你就在那个恩典中 If your imagination is holy 你的想象里面 是在很污浊 是在很负面 是在很negative的 想象里面 你就在地狱的控制 If your imagination is not pure It's dirty Then you are in with the evil 我们生命中 最大的敌人 其实就是自己 The biggest enemy of our life is ourselves 我们生命中 最大的敌人 就是我们自己的想象力 It's our own imagination 当你都很健康的时候 那个一个错误的检查 说是你得癌症的时候 你就发现到 你完全就实际控制 When you are healthy But then you got a report saying that you have cancer Then you will lose control 很多的时候 是一个错误的资讯 可是你会发现到 人就是因为 在这个资讯中 这个想象中间 身会正面 或者是负面 很大的差异 So your imagination will cause it to live in positive or negative way 想象力 就是我们最大的朋友 也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Imagination can be our good friend or our enemy 好 下面一个问题 Next question 怎么样能够去帮助我们 去调整 去改变我们的想象力 How can we change our imagination God's words 我再问题再讲一遍 我们以前很多时候 很负面 Before we always be negative 我们在我们的三度空间里面 我们面对了很多不愉快 难过的事情 以至于我们很负面 In this third dimension we have so many trials and suffering that cause us to be negative 怎么样能够改变 我们的想象力 How to make our imagination better 很简单 It's very simple 接受主耶稣成为基督徒 Accept Jesus Christ and be a Christian 为什么 Why 我们没有信主之前 我们是靠我们的智慧 我们的能力 我们有限的才干 我们在生活 Before we believe in Jesus We rely on our own wisdom Our own way of thinking 可是当我们信了主以后 我们就进到 那个属天的领域中间 那个无限全能的神 祂可以介入在我们的圣物中 在我们的思想中 After we believe in him We will become spiritual and be with him 没有耶稣 没有盼望 No Jesus No hope 信了耶稣之后 耶稣可以帮助我们 改变提升我们的思想 成为天国的领域 Jesus can change our mindset and we will become the children of the kingdom 这个成为神的领域 从三度空间 可以进到四度空间 然后你就会发现到 我们的思想 可以称为 化绝望为希望 God's word can transform us from the third dimension to the fourth dimension 我们的生活 就可以成罪恶 进入圣体 So we could change we could change from being sinful to holy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身体 就可以从 这个疾病 进入健康 Our body would change from being sick to healthy 我们在三度空间里面 我们又靠自己的能力 我们去想办法 去进入富足 进入健康 So in the third dimension we rely on our own ability That is very difficult 因为我们活在 这个黑暗世界的管制之下 他就是希望我们 进入败 负面 进入贫穷 进入不健康 然后最后进入死亡 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 神就可以把那个 正面的思想 那个想象力 放在我们里面 那个无限全能的能力 把我们带进健康 带进成功 带进富足 带进人用 没有信主的人 他没有这个 神的能力存在 但弟兄姐妹 你会发现 我们很多 我们信了主之后 我们还是用人的方式 还在三度空间里面 我们里面 还是没有盼望 还是没有想象 还是没有想象力 还是没有梦想 我们还是活得很可怜 所以上最可怜的人 就是没有梦想 没有目标 没有想象力的人 但是那些有目标 有想象力的人 他们最后都会进入成功 台湾最大的一个产业 叫做鸿海 郭台铭 它是从零开始 但这个人 他里面有想象力 他里面有意志力 他里面有这样的一个 成功的一个动力 以至他会成功 台湾的台积电 那个教父叫做张忠蒙 你会发现到 你跟他谈话 你会发现 他的思想是永远盼望 带着盼望 带着目标 带着想象 他里面永远有很多的想象力 以至于他可以一直试一直试 在失败中进入成功 还有你们最熟悉的 Steve Jobs 20年前 他的那个iPad iPad的那个 那个想象力 已经在他里面 以至于 他的那个想象 成为实际的时候 他的这个公司 会成为全世界 最丰盛 最大的公司 全世界最大的教会 赵玉君牧师 他就是在这个想象力中 他就认为 他要成为全世界 最大的教会 以至于他在 不到60岁的时候 大概50岁的时候 已经成为 全世界最大的教会 这个想象力 这个想象力 才会帮助我们 在恩典中 得到恩典 上个星期 在我们中间的 周神柱牧师 你们听过他的故事 他在接他的教会的时候 大概200人 那时候产生了一个分裂 跟那个基督徒之家 产生了分裂之后 他的教会 进到一个很大的 负面跟亏损当中 但是很奇妙 这个牧师 他对神 是充满了信心 跟盼望 我听他分享 他里面有很多的看见 有里面很多的期盼 很多的图像 他里面有很多的 很丰富的想象力 想象力 以及他今天成为 全台湾 最大的一间教会 他也可以说是 在整个的 有制度的 华人教会里面 最大的一间 所以 这个动力从哪里来 回应一下 动力从哪里来 从哪里来 神的话 神的话当然很重要 我刚刚讲了半个钟头 快一个钟头了 是什么 再讲一遍 跟你旁边说 想象力 想象力 会产生个什么 产生一个图像 会产生一个图片 一个图片 虽然看不见的 可是它在里面 是真实的存在 今天你们 等一下都不记得 要离开 只要记得一件事 什么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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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我可以退休了 在古希腊 有很多很残忍的刑罚 在古希腊 在希腊世界 在希腊那个国度里面 这个最狠的一个就是 定十字架 记得吧 把人就是这样 没有上麻醉 就把它定死 定十字架 这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羞辱的罪 就是一个酷刑 我先跟你们分享过 把那个犯人 跟那个死的僵尸 把他面对面 绑在一起 最后那个尸毒 跑到活人的身上去 硬是把他毒死 这是一种 这也是他那时候 的一种残酷的事 他还有一种 很可怕的事情 你知道他怎么做吗 他就是叫那个犯人来 每天醒来之后 就给他量量桶水 一桶是装满的 一桶是空的 这个犯人每天 除了睡觉 吃饭 上厕所之外 他每天就是 把这桶水 倒到这桶水里面 然后再把这桶水 再倒这桶水里面 然后再把他倒这桶水里面 然后再把他倒这桶水里面 他醒的时候 就做这个事 倒到后来 把它撒出来以后 就要接满 回来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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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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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图片进来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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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他这个目的 是干什么 你知道吗 what's the purpose of doing that 这很残忍 你知道他干嘛 蛤 什么 消灭他的想象力 他的生活 没有盼望 没有目标 没有想象力 就这样搞了后来 就搞死了 人没有盼望的时候 人就开始 产生 那个就开始 虚弱了 我们过去 台湾的那个 犯罪的 那个总统 叫什么名字 他现在没有盼望 所以他的身体的 那个 那个 身体的状况 急速在下降 这就是一种酷刑 就给你 倒 倒 你活在世界上 就是干这个 没有其他的目标 没有其他的作为 你不能做什么事情 他没有希望了 这些人 活不了多久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故事 这些训练员 训练那个猩猩 不要野蛮 不要乱跳 要他乖下来 你知道 被训练猩猩的方式 先把他灌在一个笼子里面 猩猩很凶害 上面人就拿了水 水龙头 拿着大桶的水 对了他 当这个猩猩开始要 开始要跳 那个水就冲下去 那个水龙头就 去浇了 他就被浇了 怕死了 过了一段时间 他忘了 他就开始跳 一跳的时候 又用水手去浇他 他只要一跳就浇他 最后你发现 这个猩猩就不再跳了 为什么 他失去了这个动力跟希望 因为他发现 他只要一跳的时候 就开始受到很大的冲击 好 现在把第二批猩猩 再送进来 第二只 这个猩猩一进来 当然不懂 对不对 又开始跳 他一跳的时候 又 这个猩猩 第一个猩猩 看到第二个猩猩 跳的时候 我原来还会跳的 他又产生动力 他又开始想跳 同样的结果 然后你浇他 最后跳 再浇 跳再浇 最后结果 那两只猩猩都不跳 第三只猩猩 再放进来 做同样的事 第三只猩猩 跳 叫他 第一只猩猩 看到他在跳 也在跳 再叫他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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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后 三只猩猩都不跳 什么意思 他们已经失去了 那个盼望 已经失去了 盼望 到第四只猩猩 放进来 会不会跳 第四只猩猩 跳不掉 第四只猩猩 跳不掉 当然跳 他没受过训练 他还出版了盼望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当这个第四只猩猩 前面三只猩猩 压他 不要跳 这个是个实验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本来还是充满了希望 本来还是充满了盼望 本来还是充满了能力 本来还是充满了想象力 这样长期的 在没有盼望的环境当中 他失去盼望 就跟那个老鹰一样 这故事大家都很知道 那个小老鹰 给他放在鸡群 鸭群中间养 养了长大以后 他也不太 跟着鸡鸭一样 他已经完全失去 他原来有的能力 跟他的潜力 弟兄姐妹 我们是神的儿女 神的儿女 是有神的形象 是有神的权能 是有神的恩典 可是你会发现到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文化里面 好像你发现到 我没有受到很高的教育 我没有一些很傲人的事迹 我的生活很平淡 我们又赚很多钱 我们又有很好的表现 你会发现到 长期之后 人就已经跟那个猩猩一样 都已经完全失去了 它的动力 尤其 我们在这个美国的移民社会里面 我们到这个新的环境里面 语言不通 语言不熟 环境不熟 会闹很多笑话 会受到很多压力 会吃很多亏 所以到了美国的时候 信主的人反而比较多 信主的人反而比较多 所以more people believe in God 最后在外面都怕 都怕 都害怕 寸步难行 最后怎么样 都到教会来生活 因为我们在外面很困难的 包括这些第二代 他们现在还小 他们现在还躲在 那个亚裔的那个圈子里面 等你家人一跑到外面 去上班的时候 你才发现 哦 原来有一个玻璃天花板 你才发现这个世界 还是那个白种的男性 那个阳格鲁萨克逊的 那个Caucasian 那个男性 在那个上面当教 所以又要开始躲起来 我们这一生 在我们的生命过程当中 我们受到了很多的排挤 很多的伤害 那里面的很多的千尝苦毒 让我们失去了 神儿子的尊严 弟兄姐妹 我们要改变这个世界 是我们里面的想象力 是我们里面的那个梦想 以及那个图像 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的 是我们里面对神的一个盼望 那个盼望因为我们 看见了这个实体以后 我们这个盼望后面 带来一个信心 我们对人没有信心 可是我们对神有信心 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在 神的国度 活在天上世界里面 我们就可以刚强转的 毫无惧怕 阿们 可以吗 可以接受吗 不要害怕 我刚刚只讲一个过去的事实 过去的事实已经过去了 如今在基督里面 是个心脏的人 在心脏里面 我们是全新的 好 我现在要把那个 为什么我们里面 可以有那个图像 有那个想象力的答案 告诉你们 为什么我们可以 这样子放胆地去想 很多时候我们连 放胆地想 都不敢想 是不是 这个非分的妄想 有点响入非非 我告诉你不是的 我把答案告诉你们 我们之所以 可以有这个想象力 我们可以尽量地放下想 第一 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因为神爱我们 今天那首歌叫什么 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以至于 祂把祂的独生爱子 降世过我们死 祂拯救我们 脱离黑暗 进入光明 因为神的爱 我们就有这个动力 可以随便想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 神爱世人 甚至将祂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祂的 不致灭亡 怎么样 谁反得永生 信靠耶稣是基督 信靠祂为我们死的 就从黑暗 得永生 就进到永生的国度 我们今天信救人 我们已经在 天上的国度里面 所以在天上的国度里面 神的思想 可以成为我们的思想 我们来看一下 罗马书 我们看一下 罗马书 第五章 神的话 神的话 让我们看到 神的心 神的话 第五章 罗马书第五章 第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 罗马书第五章 第五节 来 盼望 就不至于羞耻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神的爱 浇灌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再读一遍 来 盼望 不至于羞耻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神的爱 浇灌在我们的心里 圣灵在不在 在五群一节之后 圣灵降在 全世 祂无所不在 神的儿女 就蒙神的记号 已经盖章成为神的儿女 所以在神的家里面 我们是神的女 所以神的爱 透过圣灵 要浇灌在我们的心头 带来力量 智慧 能力 平安 我们再看一下 刚才没有读完 看这个罗马书第五章 第八节 罗马书第五章 我们刚刚读第五节 我们先来读第八节 预备 来 唯有基督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 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谁向我们显明 神 祂的慈爱的属性 祂向祂的儿女显现 透过我们相信 耶稣为我们死 祂为我们死 我们相信 我们承认祂是神 祂是我们的救主的时候 神就把祂的爱 就向我们显明 祂就把祂的爱 借着圣灵 浇灌在我们的心头 神示出了 祂的爱 为我们的死 为我们还要贵 神死了 你再看一段圣经 在那个 既然看了 在罗马书第十五章 第三十节 罗马书第十五章 第三十节 我们一起来读 罗马书第十五章 第三十节 地区们 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 又借着圣灵的爱 就到这边 请把圣灵的爱 把它欢起来 神太抽象 祂好像只对 旧约祂的选民显现 神有的时候很抽象 祂对神 我们的第一位 是有位格的 神父 有位格的 神父 sometimes 祂只显示 祂的 以色列百姓 所以 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 圣灵 祂也会爱 祂也是有位格的 祂是无所不在的爱 祂就在我们中间 祂就在我们里面 圣灵所带来 是无所不在的 彰显的能力 那个能力的后面 就可以 我们的想 是透过圣灵的爱 祂去给我们 那个圣灵来的思想 这是不是乱想 再讲一遍 没有信神的人 每天做白日梦 胡思乱想 但是我们信主的人 我们是神的儿女 圣灵会保守 我们的思想 在祂的里面 这样听清楚明白吗 可以接受吗 圣灵无所不在的爱 祂会保守 祂的儿女 怎么样 在正面 在积极 在神的属性 在神的思想中 所以我再次提醒大家说 我们很多时候 用我们的意志力 No 我们得救本乎恩 恩典都是从神而来 人没有办法 停止不犯罪 因为我们是罪的产物 里面有罪性 里面有罪律 所以说 你即使在克制止心 最后你结果怎么样 你还是在罪中 但是圣灵无所不在的爱 当你愿意来到他面前的时候 他就叫我们 为罪为依 为审判 自己遮罪自己 我们就在这个 神同在的 那个圣灵带领 我们的思想中间 会越来越进入圣洁 所以可不可以随便想 基督徒可不可以随便想 可不可以有想象力 可不可以有想象力 请大家站起来一下 要想睡着 可不可以 这是我真的一个 真正很大的开启 我在赵宏君牧师教会 看到这个神 就是透过 他给他那个思想 他把他带进 最风声的教会 可不可以在神的恩典中 在圣灵中间 来进入思想 偶像的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告诉你旁边说 在圣灵中 可以自由地想象 我们放胆地去想吧 好 来 请坐 对不起 对不起 坐下 坐下 我马上结束 第二 第一是什么 因为神的爱 透过圣灵浇灌 圣灵在我们中间 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 第二 还是圣灵的工作 圣灵他赐给我们盼望 当圣灵在运行的时候 他在那个空虚 馄饨 圆面黑暗的 整个的大光景中 他还是会带来 次序带来更新 我们再回到 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 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 起初神创造天地 好 我们下面 接下来读 我们一起读 来 地是空虚 约面黑暗 然后怎么讲 神的灵怎么样 运行在水面上 请你把那个神的灵 在旧约叫做 The God of the Spirit 叫神的灵 可是在新约 我们叫做圣灵 叫做Holy Ghost 或Holy Spirit 圣灵带来什么 What does the Holy Spirit stand for? 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我们把圣灵 实在是 把它人格化 圣灵就是神 Holy Spirit is God 你看 你看 在这个整个的 约面黑暗 空虚混沌的光景中间 神说有光 就是说 这光怎么来的 God said there is light Where did the light come from? 透过圣灵在运行 透过圣灵在更新 Holy Spirit's renewal 透过圣灵在医治 透过圣灵在重整 神借着圣灵 就带来了光 然后呢 这六天的时间 神借着圣灵 就带来了空气 神借着圣灵 就带来了 陆地跟海洋 还有天空 借着圣灵 带来的太阳 月亮 星星 借着圣灵 就带来植物 飞鸟跟动物 Animal birth plants 借着圣灵 可以带来鱼类 海中的鱼 空中的鸟 地上的动物 Fish birth animals 最后 借着圣灵 带来了神的儿女 人类的代史 At the end Through Holy Spirit There is human 这些一切的过程 怎么会从 空虚混沌 圆面黑暗 会进入到 这么光亮 这么丰富 这么节制 这么圣洁 How this process could bring us from darkness and emptiness to the brightness 怎么来了 My friend How did they come from 借着圣灵 无所不在的运行 在整个大地 Do the Holy Spirit's work everywhere 弟兄姐妹 我再讲一遍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把圣灵 人格化 我们把圣灵 人化 我们把圣灵 变得很小 把神变得很小 你知道吗 所以神是要照 我的方法 想象 logically 我可以接受 这才是神 看见蚂蚁吧 看见蚂蚁吧 这个蚂蚁 我叫它活就 叫它活 叫它死就死 同意吧 可以吗 我可以叫它活一辈子 我叫它 瞬间 我就可以叫它死亡 可不可以 可是蚂蚁 懂不懂我 蚂蚁懂不懂我 明白我的意思吗 Do you understand 因为我们活在 不同的层次里面 不同的空间里面 我们人是活在 三度空间里面 神是在超越 三度空间 四度空间以外的神 他是创造时空的神 而且他是时空之外 我们怎么可能 会去明白神呢 How can we understand God 你这样讲 你们道理啊 你们都是知识分子 都没有聪明 都是UCLAB的 Can you understand You got educated Is this common sense Is that common sense 有没有道理啊 是不是 Is that right 神 蚂蚁没有办法懂我们 Can ants understand us 大了懂小了 小了没办法懂大的 所以我只能说 我谦卑地说 神啊 我看到日月时空 我看到世纪分明 我看到这个天空的 这个云星在 一年世纪在变革 站在这个天空上 它不会掉下来 我只有说 主我相信有神 Amen 我们就是谦卑下来 谦卑下来 你才可以进入到 神的丰盛里面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圣灵无所不在的 恩典 能力 智慧 他就在他的儿女中间 来更新 来提升 来开启 来祝福 来改变 可不可以想 可不可以想 可不可以自由地去 我去那个 赵云金牧师的教会 他给我们那个 传道人勉励 他也是跟我这样讲 我很深地记得心理 他说现在神的教会 包括传道人 都已经被僵化了 都已经被固执在那个里面 动得不敢动 寸步难行 都已经忘记了 神的丰盛 跟祂无限的爱和恩典 以至于我们只能敢传说 耶稣定释迦 耶稣是救主 圣灵要在教会里面 带来一些彰显的时候 就觉得就不敢接受 就不敢去碰的 那上个礼拜 周神祖牧师在我们中间 他是在学员传道会 这样子一路 被更新走出来 他跟我们分享 他慢慢往前走的时候 神给他大的开启 他才知道说 原来在圣灵的更新里面 是多么的自由 多么的有丰盛啊 你知道我们现在 刚才那个 总灵在大家敬拜的时候 我们在主里面是一家人 我们在神的 在自己的一家人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你因为很熟 因为你有信心 你就很释放 在这个家里面 你会动作 可是在教会里面 你会发现到 好像觉得是不合适 或者因为不熟的关系 他们所有的带进拜 所有的这些动作 这些歌唱 这个不是目的 这只是一个过程 什么是目的 有谁知道 什么是目的 目的就是在 以佛所书第五章 用四章颂识临歌 彼此对说 口唱新和的赞美主 目的是什么 被圣灵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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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圣灵得着 这才是真的目的 所以当圣灵在我们里面 来更新我们 来释放我们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 那个属天的圣灵的能力 祂的爱 祂的智慧 就可以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那每一个很丰盛的信徒 就可以带来一个 很丰盛的教会 那就有那个爱 愿意去服侍别人 愿意去关爱别人 愿意去传福音 愿意去把自己的给出去 愿意跟耶稣一样 钉十字架 为别人的缘故 因为圣灵的能力 爱浇灌我们 所以透过刚才 总的那边叫啊 跳啊 你们搞啊 跳啊 彼此相爱啊 大声唱歌 这都是一个目的 释放我们 让我们在里面 更柔软 更更新 以至于可以 更多让圣灵得到 周生柱老牧师 一生四五十年的服侍 他明白这个道理 I'm sorry David Chiu Pastor David Chiu He's been in Christ over forty years He knows The fire by the Holy Spirit is the way to rebuild the God's church 所以他 跟他谈完以后 他就来看看 这个教会 看看这个教会 在主里面 到底是 被圣灵更新的程度 到什么地方 但是感谢主 虽然我们都在 processing 但是我有这个信心 I have the confidence 这个教会 是一个 神祈悦的教会 还在processing 还有机会 三分之后 还是很僵化 不习惯 但没关系 我知道圣灵 在工作 因为我们的同工 我们的带领者 我们的同工 我们已经走在 愿意向这个圣灵 开放的水流当中 所以假以时 这个教会 在圣灵的更新里面 会越来越柔软 越来越释放 会越来越得到 神的喜悦 相信吗 跟你旁边说 这是一个 充满了荣耀的教会 你告诉他说 我喜欢在这个教会里面 说实在话 你如果不喜欢 不习惯 再给一点时间 你相信我 在这里面 走了几十年了 看到全世界 最大的教会 赵云金牧师的教会 他在这个水流里面 在那个华人 那个台湾最大的教会 众生的牧师 在这个水流里面 我深深地相信 我看到这些 属灵的前辈 我深深地相信 我没有走错 所以再给教会一点时间 好不好 对旁边说 再给教会一点时间 所以那个 耶稣要回家了 要回天家了 他在耶路撒冷 他跟他的门徒说 你们再等等 你们等在耶路撒冷 首都行传第一章第四节 你们不要急着离开 等到圣灵降下来 你们经过水跟火的离 你们就得到能力 以至于首都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 你们可以去 从耶路撒冷 撒马利亚 知道地级 做我的见证 所以圣徒一百二十 就在马可路上 迫切地祷告 等到第四十天 第五十天 五旬节到的时候 圣灵 真的降来的时候 这些软弱的基督徒 这些软弱的圣徒 这些软弱的使徒 都被 毕童起来 都成为 他荣耀的训道者 来见证 不是依靠师弟 不是依靠才能 不是靠我们的智慧 靠我们的能力 靠我们的权力 乃是靠圣灵 圣灵会带来 祂的恩典 带来祂的保守 以至于我们不会偏离 圣灵会对我们 启示未来的事情 圣灵会带领我们 进入更大的平安 跟喜乐当中 我们刚刚看了 罗马书好几张 罗马书是一卷 非常重要的书卷 它里面非常多的 重要的经节 是值得我们去提醒 我刚看错了 罗马书 所以这个罗马书里面的 很多的经文是 我们可以看了以后 让我们可以安定在心 我们再看一段信 我们要结束了 罗马书第15章 第13节 罗马书第15章 我们一起来读 15章13节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 因信将猪般的喜乐 平安 充满你们的心 使你们 借着圣灵 大有盼望 借着谁的能力 借着谁的能力 因为圣灵 就是神 所以透过神 透过圣灵 大有能力 祂可以把猪般的平安 喜乐 怎么样 充满我们的心 只要我们愿意向祂敞开 猪啊 充满我 在聚会当中 就在这个 赞歌跳舞的聚会 把我的仁义放下去 把我的怀疑 把我的不满 把我的猜疑 把它放下去 就单单地在神的家里面 神啊 谢谢你 充满我 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 在家里也是一样 你充满我 神就 这些圣灵 就把猪般的喜乐 平安 就充满我们的心 充满了以后 会发生什么现象 还没读完 最后一句话 当它充满我们的心的时候 怎么样 使我们借着什么 借着圣灵的什么 我们会怎么样 大有盼望 你有盼望吗 在圣灵里面 在圣灵更新里面 我们就充满了盼望 我们在圣灵图在里面 我们就有能力 喜乐和平安 这原本就是 神的心意 要带领属天儿女 要进到那个神 真实的灵界里面 所以圣灵来 他会帮助我们 明天比今天更好 在圣灵图在中 他会帮助我们 下个月比这个月更好 只要你相信 你接受 你会发现到 你明年比今年更好 今生是什么 死亡是什么 苦难是什么 哈利路亚 你看看 这个在地球 就在祝福里面 再讲一遍 今生是什么 死亡是什么 苦难是什么 死亡是什么 阿们 圣灵在我们中间 祂来浇灌 我们把祂的爱 浇灌在我们的心头 我们领受到 神的爱的时候 我们里面就有 想象力 就有盼望 我们里面就有能力 就有喜乐 但你真的知道 圣灵就是神 你真的知道 圣灵可以把 那个圆面黑暗 昏虚捆的 那个整个黑暗世界 会要带向光明 带向秩序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我的神而你 我在圣灵里面 我一定会越来越丰盛 所以我们刚刚讲了两个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神的爱 第二个是什么 圣灵的大能 最后第三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最重要的 神的话 神的 神说有光 什么 就有了光 神的话 在早期的主掌 是直接听神的话 今天我们是透过圣经 来领受神的话 我们就读了两节圣经 我们就结束了 再过一分的时间 我们来看 以赛亚书第四十一章 旧约圣经八百五十一页 以赛云以赛亚书第四十一章 第十节 第十节 弟兄姐妹 我鼓励大家 讲这个习惯 把这些神祝福的经文 你把它记下来 当你软弱 有需要的时候 你会来读这个经文的话 你就放心了 因为他 绝对不会 违背他的话 我们一起来读 以赛亚书第四十一章 第十节 我们一起来读 以赛亚书第四十一章第十节 因为我与你同在 不要惊慌 因为我是你的神 我必兼顾你 我必帮助你 我必有我公义的右手 扶持你 再一遍 我们大声来宣告 来 你不要害怕 因为神与我同在 不要惊慌 因为神是我的神 我必兼顾 神必兼顾我 神必帮助我 神必用他公义的右手 扶持我 把我改成神 把你改成我 这节经文 是我蒙昭的经文之一 当我软弱的时候 我回来看这句话 你没有发现 当你继续读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那个里面 一种无形的力量 那个圣灵在里面 那个爱 那个能力 就在里面 释放出来 当你一直在读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你就从软弱进入钢墙 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感觉到 从软弱进入钢墙 你会发现 你力量钢墙起来 因为神的话 就是生命 就是生命的人 如果你觉得 没什么感觉的话 我建议你 继续读 if you don't feel it yet continue to read it 读到那个感动进来 read till you feel it 神就听到 你的祷告了 then yeah God will hear your prayers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27节 这些经文都是要 常常放在生活中 记在祷告上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27节 我们一起来读 约翰福音十四章 27节 一备 请 我留下平安 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 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 不向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 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我们再一遍 用信心来宣告 预备 请 我留下平安 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 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 不是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 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这是谁说的 这是主耶稣说的 这就是 这就是神 祂要来 勉励我们 安慰我们 这个信仰 那个最大的宝贝 是什么 就是 在患难中 在那个 股票市场 崩盘的时候 在那个 失去工作的时候 在那个 婚姻 受到打击的时候 在那个 亲子关系 受到挑战的时候 我里面 依然有的 这就是这个 信仰最宝贝的 听众前辈 我们要结束了 我要让你们走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信 是所望之事的实地 再一分钟 马上就让你们走 信是什么 实地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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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地还是什么 不要用知识 要用心灵 实地就是一个 想象力所带来 一个真实的图像 想象力所带来的图像 想象力所带来的图像 看我们要离开了 我今天搞了 一个多钟头了 都记得了没有 透过圣灵 透过神自己的话 透过神的爱 他已经对我们开启了 放胆地去想 你要一个先生 放胆地去想 你要一个好的工作 好的事业 放胆地去想 你要一个好的健康的身体 放胆地去想 你要丰盛的财富 放胆地去想 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因为神原本是他的心意 他要祝福我们 身体健康 灵魂 兴盛 凡事顺利的 可是我们知道 我们不是被陷入在财物 那种物质上 那是什么 那是看到神的丰盛 然后我们把神的财物怎么样 我们可以奉献在有需要 在神的家里面 我们可以成为社区 成为世人 成为国度的祝福 明白了吗 所以我们礼拜二晚上 你们看那个 新店行道会 张孟师说 上个礼拜 财富增加的 五十万 一百万 举手 有没有错 有没有错 我告诉你 我研究了很久 从圣经真理来讲 合乎神学 没有错 但是呢 我再讲一遍 我们不是注视在物质的世界 有义有失怎么样 就刚知足 可是呢 神是风圣的神 我们不拒绝他的风圣 我们让世人 我们让没有新主人 看到他的风圣 明白我意思吗 所以你们看 亚洲的佛堂 佛寺 那些民间信仰的 他们都是 拿金子来 来镀在 他那个人造的神的外面 什么意思 让人看到 我告诉你 我信仰的神 我要带你们信的神 是丰富的 可是原来 我这么说 他把那个人造的像 把它当作神来拜 我们的神 是超越时空的神 我们的神 不是在人的 没句里面 他是超越时空 他不是人 当然了 他有神的像 我们知道 神的像造的 可是他是超乎 时空之外的 他不住在 人所造的殿中 所以我们所敬拜的是 从心灵跟城市来敬拜的 对不起 越讲越激动 要停止了 要结束了 再来一次 我怎么忘记 我这样 信是什么 what is faith 信 望 爱 爱 懂吗 信 望 爱 爱 从哪里开始 爱 从哪里开始 从神的爱开始 先有神 才有恩典 从神的爱开始 所以我们要在爱里面 彼此建造 有神的爱 我们领受到神的爱 我们里面才有盼望 我们里面才有新的想象力 神的爱 怎么样 让我们可以站立起来 让我们可以站立起来 我们里面才有 才可以进入到盼望 有了盼望 我们里面 就有了信心 然后信心之后 就换为行动 因为信 没有行为 什么是死的 明白了吗 现在有什么 爱 盼望 信心 行动 走出去 上个星期 从家里 走到教会 走到团契 走到社区 然后之后 进到亚洲 进到国度 我们上个礼拜 有给大家做那个 周神祖牧师的那个DVD 所以你们谁要的 去跟Peter来登记 我会在各个团契 跟大家分享 从2000年到2002年 周神祖牧师 在整个台湾 亚洲 甚至到北美 他来带来这个合一 带来基督身体的合一 我们希望你 我们一月份的时候 我们会其他 到我们中间 我们可以去参加 领养的特会 我们的神 把祂的爱 浇灌在你 我们的心 因为那个爱 让我们里面有盼望 因为那个爱 让我们里面 就开始有一个图像 我们就可以 照着图像来追寻 因为这原本就是 圣灵把祂的图像 放在我们里面 我们可以照着图像 来祷告 来领受祂的恩典 阿们 我们 因为这个双语的翻译 有时候这个 时间 是比较长 所以 有人说 你这个讲道太长了 我告诉你们了 我们现在讲道 我们现在聚会是从 一点到三点半 差不多是 两个半钟头 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代表你们都是 已经是 战士跟将领的体质 你们可以坐这么久 我今天早上在台语堂 带聚会 从头到尾 一个钟头 我不是说我们都了不起 可是我 成果这个负担 要把神的教会 建立成为 得胜者的教会 所以在那边 坐两个半钟头 你看这年轻人 开始说 天天上厕所 现在比较不上了 他们坐到高中毕业 他们跑到 美国教会去 他们到时候 不习惯又回来 你不要以为这样子坐 这坐也是要有耐心 要锻炼的 神助祂的教会 因为那个爱 交换在我们里面 我们可以产生动力 我们产生力量 我们产生喜乐 我们产生盼望 我们产生信心 神的信息 就是从神的爱来的 神的信息 从我们被圣灵交换来的 把我们站起来 我们用这种事 跟我们来欢迎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